欢迎收看东大技术高中英文频道 我是Amy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二课的课文 在开始课文之前 请同学先翻到 Please turn to page 26 and 27 课前活动 What are these fruits and vegetables? 这些东西,这些蔬菜水果是什么呢? Make a guess and circle your answer 好,那首先呢 我们就先回答第一题 我们先来猜猜看 这个是pumpkin,南瓜还是apple呢? 好,the answer is pumpkin,correct 好,是一个南瓜 What about this? 那这个呢,是grap,葡萄还是 eggplant,茄子呢? 好,茄子 因为它前面这边有 这个绿色的这个地头 应该是茄子,没错 pair是梨子 西洋梨还是orange橘子呢? 当然是pair,西洋梨 tomato or strawberry 那这个话一看应该知道是strawberry 草莓 草莓而不是番茄 最后一个是potato 是马铃薯还是papaya papaya是木瓜 那这边的话 看颜色应该知道是potato,马铃薯 好,这些奇形怪状的蔬果呢 Would you buy any of this in a supermarket? 那你会不会在超市看到这些奇形怪状的蔬果 你会买吗? 好,那这就是我们这一课所要探讨的 关于ugly food 这些很丑陋的食物 它们该何去何从呢? 是该直接丢弃掉呢? 还是要散加利用? 好,看一下课文脉络 第一段 Chris 是指的是这一课的主角 他到超市呢 买一些便宜的蔬果 第二段 他发现这些蔬果非常的奇特 就有点丑 就跟我们刚刚课前活动看到那些图片一样 形状很畸形 第三段 Chris上网搜寻 该如何处置这些 处置这些丑恶的食物呢? 接下来第四段 Chris发现 很多名人都支持善用丑陋的食物来做菜 最后一段 conclusion结论段 他决定珍惜这些食物 好,那我们就先从第一段开始看起 Chris was ready to pay for his items at the checkout in a supermarket 这里注意下某人准备好要做模式 be ready to do模式 后面加托V Chris准备好要付钱了 加托V pay for 付什么东西 付钱买什么东西 接下来使用for 买他的items 他的物品物件 item这个字的话是指一个清单 一群东西之中的某几件 我们叫items at the checkout checkout的话呢 就是收银台的意思 那这边的话 省略了counter 收银柜台 柜台那只省略掉 也没有关系 计器词搭配at 然后是在超市里面 Suddenly the prices of some bags of fruit and vegetables caught his attention 突然之间 suddenly是一个副词的用法 放在聚首 前面聚点 后面斗脸 好,那of所引导的片蕴 要由后往前翻 书 好几袋输果的价钱 整个当组词用 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counter的话是过去式 现在是 catch 所以三台catch call caught 那catch 或catch one's attention 就是吸引 引起某人的注意力了 They were all super cheap 好,他们都超级超级便宜的 好,接下来看一下 最后一句 After Chris saw the price He immediately grabbed a bag and put it into his basket 在Chris看到价钱之后呢 他立马马上 immediate 立马马上抓 grab是抓 那注意这里 用的是过去式 所以重复b再加ed 抓了一袋蔬果 然后把这个蔬果 放到他的basket 购物栏里面 basket是栏子 那在超市里面的栏子 当然指的就是购物栏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段 When Chris arrived home with his groceries he put everything out on the table 好,那当Chris回家之后 这里做一下 回到家 arrive是到达的意思 通常后面必须要加机器词 arrive in, arrive at 但是因为这个home前面呢 不需要加机器词 所以这边不用 好,那所以我如果到学校了怎么讲 arrive at school 我必须要加一个at 到医院了怎么讲 arrive in the hospital 必须要加机器词 但是如果是arrive home arrive there arrive here home here, there 这三个字是不需要加机器词的 好,当Chris到家 我也是带着 我也是带着 他的grocery食品杂货 注意用的是负数 去外再加ies 他把每个东西都放到桌子上 好,那这里注意一下 前面这是过去式 后面这个put也是过去式 注意一下 put的三态都一样 所以它过去式不需要做任何的更动 wait, what were those strange things? 等一下,那些奇奇怪怪东西是什么啊? 好,那这里注意一下 那strange奇怪的就可以替换成 odd或weird这两个字 although the fruits and vegetables in the bag smell good they all looked very weird although虽然这些蔬果 带子里 那个带子里面的蔬果 闻起来味道还是不错的 就是没有吵声 没有坏掉 smell闻起来是一个连缀动词 所以后面搭配形容词good 类指的是带子里的蔬果 都看起来很奇怪 look也是一个连缀动词 后面搭配形容词weird 然后注意一下呢 因为我们在讲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所以你看不论是从第一段开始 到第二段 整个都是要用过去式 所以这边 smell加ed过去式 look也要加ed过去式 那我们再重整整理一下 smell跟look的用法 smell跟look都是连缀动词 后面加上的是形容词 而不是副词哦 好 怎样的畸形 怎样的怪异呢 举例来说 注意一下for example的用法 前面句点 后面斗点 苹果看起来好像双胞胎哦 小黄瓜呢 不是直的 然后红萝卜呢 似乎长脚了 好 那我们这里注意一下 我们刚刚讲到look 连缀动词 后面加的是形容词嘛 那如果是look like 这边我有加上一个like的话 就可以加上名词 所以是看起来像双胞胎 toin's是双胞胎是名词 放在like的后面 然后straight这个字呢 是直的的意思 是一个形容词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红萝卜似乎 似乎的用法 似乎呢 也可以当连缀动词用 后面加形容词 对不对 好 但是呢 如果后面像这边 有动词half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改成tov的用法 像这边是half 就要用tov的用法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下一句 Because of the surprising appearance of these few items Chris would not want to eat them at all 因为由于呢 这些食物呢 怪异的外表 令人惊讶的外表 注意一下 of所引导的片语 要由后往前翻 Chris呢 他呢 一点都不想吃他们 这里呢 有两个句型 要特别注意一下 第一个就是 because of的用法 是我们这一刻的 句型二 这边because是因为 because of也是因为 后面如果有加上of的时候 才能加这个名词的片语 否则我们要加的是子句 好 所以后面这个 就是一个名词的片语 of所引导的名词片语 然后到点后面 再加上主要子句 那接下来第二个要注意的呢 就是not at all的用法 是我们这一刻的片语 它可以跟B动词结合 也可以跟助动词结合 如果跟B动词结合的时候 后面要搭配的是 形容词 前面要搭配的是B动词 好 那如果是跟助动词结合的话呢 我们要搭配的是一般动词 好 那这边就是跟助动词 would的结合 所以我们后面搭配的是一般动词 我拿 want to elam alo 助动词 would 然后加个not之后 再加一般动词 would 然后lo lo放在最后面 那这边呢 再提醒同学一下 这个surprising的用法 surprising令人惊讶的 它是形容词 形容后面的appearance外表 那如果你改成ed感到惊讶的 就不能用来形容事物 而是用来形容人 好 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最后一句 However he did not want to throw them away either because it was such a waste 好 然而 虽然他看到这些食物长得怪怪的 然而 转折语气 副使用法转折语气 他也一点也不想要把它丢掉 好 那这里注意一下 not either的用法 也不的用法 这边这个not也是要跟助动词说结合 然后either放后面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I don't like art but I do not hate it either 好 我不喜欢艺术 但是我也不讨厌 也不 跟助动词 do结合 然后either放后面 那这边throw them away 这里的lamb指的是 the weird vegetables and fruits 这长得怪异的蔬果 这个lamb是带名词的话 我们就放在throw away的中间 那如果是一般的名词 我是可以放在后面 所以我这边可以说 he did not want to throw away the weird vegetables and fruits that的话就可以放后面 because 因为 这一下注意一下 这个因为 后面要加的就是纸句 好 我们再复习一下 前面讲过的用法 because of 后面加的是名词片语 because 后面加的是纸句 it was such a waste 这是如此的浪费 其实那个such我们就翻成如此的意思 那做一下 such后面呢 你要加的是一个名词片语 而不是形容词 所以a waste 是一个名词片语 而不是形容词 好waste呢 可以当动词浪费 也可以当名词浪费 那这边就是名词的用法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三段 It was really tough for Chris to deal with these ugly foods so he turned on his laptop to look for some advice online 好 这真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 要让Chris来处理这些丑丑的食物 来这里注意一下 eater是虚主词 真正的主词是后面拖逼 所以是后面这件事情 是很困难的 这个形容词 其实是形容后面拖逼 就是要处理这些丑恶的食物 都是很困难 for家人是对谁而言 好 那我们整理一下这个巨型 虚主词eater所引导的巨型 eater加逼动词 再加形容词 再加for more人 再加to be eater是虚主词 真正的主词是后面to be 对什么人而言 做这件事是怎么样的 注意一下这个形容词 是形容后面的to be 那第二位是处理 就可以等于corp with handle 好 这个同一字呢 也可以背一下 好 逗点后面so 连接词 中间要加上一个逗点 he turn on his laptop turn on 是打开开关 开他的笔记型电脑 用turn on 不可以用open 然后呢 要寻找一些建议 look for 寻找 some advice 建议 原来是在网络上寻找 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下 advice呢 它是一个不可数名词 所以虽然前面加上一个some 一些这个还是不要加上s哦 advice不能加上s he was surprised to learn that one third of the food in the world is wasted sometimes just because it doesn't look good 好 他感到很惊讶 得知这件事情 世界上三分之一的食物 都被浪费掉了 有时候呢 只是因为 看起来不ok 看起来长得太丑了 好 这边他感到惊讶 这里我们就用surprise 加一滴 来得知这件事 learn是学习嘛 那这边要翻成得知 得知这件事 注一下这个let 这let是一个名词指句哦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分数的用法 几分之几的用法 前面这个1用的是 奇数 1 2 3 后面这个3用的是叙述 first second third 好 那这里注意 因为它是三分之一 所以我这个third 不用加s 那如果是三分之二呢 two thirds这里就要加s 五分之三 three fifths 四分之二 two fourths 好 所以这里注意一下 分子要用的都是基数 分母呢用的是叙述 好 那如果是有两个以上的话呢 记得要加上s 分母的地方要加上s 好 那这里注意一下 食物其实我们通常 总称的话是不可数 所以后面的逼动词用的是 is 单数 被浪费掉 被动 好 那因为的用法 后面加上子句 正好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个look呢 又是一个连罪斗词 后面加上good的形容词 因为刚刚都已经提过这些文法 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it seemed to be a big problem around the world so Chris searched further 对于全世界来讲 这几乎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呢 Chris呢 又进一步的搜寻 这里的话呢 it 然后后面加上s em to v 的用法 我们刚刚讲到s 后面可以直接加上 形容词连罪动词的用法 或者是我们加to v 那这就加to v 的用法 to be 然后再加一个名词 片语或形容词 似乎是怎么样的 看一下far的比较急 further 更进一步 further 更远的 这边用的是further 是因为更进一步 而不是更远 所以用的是ur 而不是ar Amazingly he discovered many easy ways to use imperfect over-level food 令人惊讶的是 注意这也是一个 副指缝巨手 修饰整具 他发现很多简易的方式 来使用这些不完美的食物 或这些剩下来的食物 perfect是完美 imperfect不完美 那level over就是 除余剩下来的 some people make jam or juice from fresh food 好有些人呢 会制造出jam 果酱 jam都不会的同学 要记下三个字母而已 非常的简单 但是还是要记 或者果汁 然后由什么来做成 新鲜的 就虽然它长得丑丑的不好看 但是它是新鲜的 蔬果 我们就可以用来做果酱 或果汁 好做一下 make A from B 用B这个材料来做A 过程中产生化学变化了 成品看不出哪种原料制成 就用from 那如果说是make A of B的话 这个B 用B来做A 始终没有产生化学变化 是物理变化的话呢 那我们就用of 例如说 make the chair of the wood 用木头来做椅子 那我们还看得出来 椅子上有木头的痕迹 那这边我就用of 好那我们再回归到课本这一句 它说用蔬果来做果酱果汁的话 几乎都已经变形 看不到材料原本的样子了 所以我们这边就要用from some bring the food to food banks which collect unwanted food and distribute it to poor people 那有些人 some指的是some people 这边some people 所以第二句some people省略掉了 把食物呢带到食物银行 which关带指食物银行 做一下这个食物银行是一个专有名词 你看他有用quotations 他用引号 所以专有名词 所以这边加上有豆点 食物银行就是clack 收集unwanted 不要的wanted是要 加一个un on 不要 然后再加一个ed 就的形容词不要的食物 然后distribute distribute就分发分送 这些食物到谁那边 到穷人手中 好那这里做一下关带指具的用法呢 好是我们这一课的巨型1 那这里做一下前面是专有名词的时候 这里加上一个豆点 which关带补充说明前面的食物银行 the most interesting solution came from a Japanese housewife who using perfect vegetables to make crayons 最有趣的解决方式 好solution解决方式 是我们这课的单字 来自于一位日本的家庭主妇 注意一下这个日本家庭主妇 是独一无二的 虽然它不是专有名词 但是它是独一无二 我们这里加上豆点 who指的是家庭主妇 使用了这不完美的蔬果来做蜡笔 那这真是前所未见嘛 这就是非常有创意 所以它说最有趣的 也是the most creative 最有创意的方式 this way the edible crayons are safe for children to use 独此一来 这个可食用的 因为它是用蔬果做的是可以吃嘛 的蜡笔呢是很安全的 可以让小孩子来使用 因为小孩子常常会把东西放到嘴里面 不管这东西能不能吃 好那如果这蜡笔呢是无毒无害的呢 那对于小孩子来讲呢 就是一大福音 小孩子的突然 再做一个大福音 还能吃咬ott出擇 很蛋糕